作词 李宗盛 我要对你表白 你说胜过像我少的才有幸福感 你说我总把一切苦难的人承担 你说我面对所有困难那样勇敢 或是人生短暂 有我陪你去看 翻越最高的山 别问我敢不敢 这些年走过来别问问难不难 你牵着我的手一起的下一站 我只想对你说 有你喜爱 天地游游过歌 聪聪聪 老志融 潮肉 来来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 这位呢就是我的老大侠张朵朵 从今天开始啊 她就正式地加入我们了 欢迎吧 朵朵 你给您介绍一下啊 这叫徐楠楠 哈喽 这叫朱佳 这是朱佳玲 这是孙茜茧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 你咱朵朵这么熟了 还用得着介绍 那也不行 朵朵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自己 我是秦华的女朋友 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请问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我记得想起钢琴团的时候 没发现你赖我这苗子呀 这个后来的事不是这个啊 我说个事啊 下周五去广州演出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科长 我来晚了 我刚才在门口碰见秦华了 就耽搁了 没事没事啊 坐坐坐 不好意思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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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你碰见谁了 秦华 秦华 嗯 诶 哎呀 他现在可了不得 听说是带着队到处去演出啊 好厉害呀 啊 听说这个年轻的时候你俩 科长你听谁说的呀 没有了事儿 再说人家现在有女朋友 真是不能瞎说 都过去的事儿了什么 无所谓啊 不是不管过去还是现在 我们两个真没事儿 嗯 科长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提一下 你说你说 我想请几天假 干嘛去啊 我出去演个出 走穴对不对 哦 那你大概得走几天 嗯 最多好像就三四天吧 好 这样 你呢 快去快回 这事儿啊 跟别人别讲 我知道就行了 啊 谢谢科长 谢谢 哎 多多啊 没事儿 你们出去演出都给团里交钱呢 踏实去吧 别出去瞎嘚嘚嘚去啊 哎呀 您放心 我是那种人嘛 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没事儿没事儿 哎 你这就准备走啊 啊 对啊 你赶紧走了 哦 对了 我问你啊 最近你跟燕子相处得怎么样啊 正常 挺好的呀 哦 那 有没有商量结婚的事啊 哦 正商量你们 是吗 哎呦老张 快出来 快出来听听儿子说 他跟燕子已经商量结婚的事儿了 说 儿子快别着急上班 快去 干嘛呀 快过来吧 妈我这儿要迟到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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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走走走 好啊 哎 住哪间啊你们 嗯 这样吧 你们啊住大屋 嗯 我跟你妈搬到小屋来住 嗯 我这儿 我这儿现在在外面看房子呢 啊 看房啊 不在家接啊 不在这儿接啊 啊 啊 我这儿到时候接了房子我就搬出去了 嗯 你们俩也图个心情啊 这万一你们俩炒个架搬个嘴 一人一巫 谁也见不着谁 这多好啊 这臭小子说什么呢 再说了你说这时间长了 我不烦你们你们都得烦我 那 看看哪儿的房子了 这这不是正看的吗 嗯 我不说了啊我觉得还有事儿了啊 走了啊 好啊 慢点啊 哎 我走了妈妈啊 嗯 好 好 我早让你问他结婚的事儿你不问 这一问问出大事儿来了吧 这叫什么大事儿啊 你现在这年轻人都不愿跟老人一块儿住 是是 可以理解的啊 哎 那个存折还有多少钱呢 你赶快准备准备吧 那我先上班了啊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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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豹子 不是给您吃的 给您侄子吃的 嗯 嗯 有醋 有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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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忘了他不吃醋 我去哪去 他不吃醋 我去哪去 这忙着忙着的 就没顾上你 你瞧瞧 现在 规制的差不多了 才想到把你请出来 让你瞅瞅 满意吗 嗯 从小院 半天在这楼房了 分了三句诗啊 这个老李同志 我为什么给你断一盆包子呢 这包子是你大闺女大雅 和她的丈夫 两个人在这开的这包子铺 而且这包子特别好吃 我就是让让你尝尝 啊 嗯 您说说 我就不用说 刚才说完了你接着说 二宝 接着说 嗯 那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咱们家二宝 开了一个录像厅 生意呢也还可以 现在咱们老李家 已经有两个买卖了 你在天有灵的话 你就保佑咱们大雅 和二宝这两买卖 生意兴隆 参严广进 保佑咱们全家 兴兴福福 健健康康 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 这儿买票这儿买票 来来这儿看看 来来 清本佳然蜜桃成熟时啊 清本佳人蜜桃成熟时啊 买票我看见 二宝 过来 干嘛呀 你放这片能行吗 怎么不行啊 都哪样呢 哪样你管它干嘛呀 都放这个 这生意多好啊你看看 这心里其上八下的 上什么下 家家都放这个 你担心什么呀 别说了别说了进去 进去帮忙快快快 赶紧的 来 天丁大包子来 来 吃包子来 过来盒子 来 吃包子来 大哥 大姐今天幸福也 现在收到了 天丁包子 天丁包子 吃八舍 来 长上啊 没女座 吃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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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请坐 那个您吃什么馅儿啊 我们这儿有韭菜鸡蛋 猪肉大葱的 您喜欢吃什么馅儿 要猪肉大葱的吧 猪肉大葱的 四个 好嘞 我们今儿啊 刚好吃包子送小菜 给您多来点啊 他这儿几个人家 肯定包子够吃 早得了 是吗 小心烫啊 来来来来来 想 Online 我没有想吃 躺って 真不好意思 怎么是我们的 不想 �니다 咱们呢 我们现在新开业 老板娘 这包子 小菜 这牧送一家人 小菜 咱们 吃点包子 这包子 什么 包子方天 不然涼了 桃面 老板 妖惠啊 大哥大哥 来来来 坐坐坐 我先吃菜一点 来来 好 大姐 送小菜 送小菜 天津包子 包子 包子 阿姨 吃包子吧 吃包子吧 天津包子 要跟开一点 干嘛我送小菜 送小菜 我说你能不能主动一回 叫我吃饭呀 都是我来叫你 想我跟吃货一样 怎么觉得丧气的呀 我觉得同事对我的态度 都变了 尤其是请大姐 你 太敏感了吧 不是我太敏感了 是已经很明显了 我思来想去 也就是请大姐 给我介绍对象这事 我没同意 我呀 其实早就应该跟你说的 我原来单位有一同事 别人也想给他介绍对象 他就说我有对象了 其实他没有 但是人家就用这种 特别正当的理由 把这事堵在门外 哎 你早跟我说呀 那我怎么知道啊 你这么说我才想起来的 房奖 我跟你说实话 我突然觉得 我不适合在机关工作 你是不是心思特重的人呀 当然不是啦 我妈说我们子妹几个就我最没心眼 那我怎么看你一天天的总是眉头紧锁 好像城府挺身那样呢 那 在机关单位 我怎么就得装个装吧 那你不装什么样啊 反正不这样 行了 你呀 就别多想了 没多大事 你试一试你就好了 我觉得你试验能力挺强的 那我从小耳目染啊 耳目染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走吧 吃饭去吧 走吧 吃饭去吧 走吧 吃饭去吧 我不去 你这样 我给你打回来啊 你等着 哎 这一天啊 争了五屁包 一屁都没卖出去 不是 你们俩 应该也够实在的 就让你们喊 就一门站那喊 你往屋拽着人啊 你动手啊 你看这人让你们喊的 越喊人就越少 你看这胡同 让你们喊的万人空降 我 hundred人都这么远 行 那好 你你 你到处那个袋子到了 你给我送过来啊 好 谢谢了 谢谢了 包了 喂 彩彩 我是哪位呀 猜不着 小兔崽子 我是你姑奶奶 连我的声你都听不出来 姑奶奶呀 告诉你 就是家里那安了电话了 你记一下啊 我这电话有来电显示啊姑奶奶 她那儿还显示呢 跟你说啊 别一天到晚说忙忙的 不知道回来 你找时间回来啊 打电话 知道了吧 知道了知道了 我这忙着呢先管了啊 再见啊 别打了 别打了 一会儿费不出钱吗 不打了 是不是 打就不打 不打了 爸 我妈呢 那厨房呢 妈 哎 你这么急找我干嘛呀 我原来值班呢 来来来来坐这儿 跟你说点事 什么事啊 叫你回来当然是有事了 大事 你爸呀给你看了一处房子 在哪儿啊 新兴家园 那地段不错吧 我知道 我知道 价格也合理 咱们也能承受得起 明天带你去看看 算了吧 先别看了 怎么了 我也看上这厨房 哪儿啊 巧了 就在你说这新兴家园 马路对面 划顶世家 那这房子挺贵吧 可不贵 你两千多一平米啊 差不多 那那那他一分钱一分货呀 你看人家小区 你再看人家小区里的绿化 对了 他们还有物业呢 还有地下停车厂 但是可可你这么年轻 又刚结婚 干嘛要非买那么好的房子呀 你看你姐姐 结婚那么长时间了 不是一直住在胡同里的平房吗 现在刚搬进楼房 对呀 那我姐是什么年代了 再说是我结婚 你们能不替我拿主意吗 我自己做主 行不行 你自己拿主意 也得量力而行啊 咱们承受不起吗 不是 我不管 我看好了房子 你们要让我换地儿 我心里不舒服 你有什么不舒服的 都是房子 都是一样住的 你干嘛非要住 那么好的房子呀 对你说说 怎么不舒服了 那风子本来就不一样了 你们自己去看看去 你们两个院自己对比对比 怎么了 你弟弟看好一处房子 华顶世家 那多贵 咱承受得起吗 华顶世家呀 你知道那房子 知道呀 眼光不错呀 我姐支持我 你听清楚了 你姐那是支持你吗 那么贵的房子 你也不想一想 新人家人怎么不能住 你说你住着不住 怎么不舒服 那你跟我们说说 对 说说 行 那我就告诉你们 我有两个警校毕业的同学 他们比我结婚早 他们现在就住在华顶世家里头 你让我住到新人家园里 我每天出来上班 我在大街上跟人家撞着 我多没面子呀我 再说了 我现在是一所长 他是一副所长 你呀 这就是虚荣 攀比心理 知道吗 什么虚荣攀比啊 那好房子不就是让人住的吗 姐你说是不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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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爸 那房子真的不错 柯柯也是难得 遇上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 喜欢的房子 你别管了 柯柯你这样 你看那房子还差多少钱 然后你告诉我一声 我跟你姐夫帮你分担一点 那姐这钱算我谢的啊 我一定还你 肯定得还 谢谢姐啊 瞧瞧我姐 瞧瞧你们俩 我值班去了啊 走了 你呀 太惯着这个弟弟留点啊 你又替他说话 他没得清清住那么好的房子 这都什么年代了妈 那好房子谁不想住啊 柯柯喜欢就要买一套呗 你做什么菜了 你看有什么能吃的 大宝 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你说这柯柯买房子 这两万块钱从哪凑啊 你快想想办法 你别看报纸了 行了行了别赖着啊 这样吧明天我上单位 我看看我想想办法 能想吗 行不行的我试试吧 这虽然说咱们俩当初结婚的时候啊 柯柯对我这姐夫不是很好 还打过我 给过我一本砖 这你还记得 那我可不记着呢嘛 在你家楼下打的我 但是呢 现在柯柯遇到了问题 有困难了 她姐夫我必须挺身而出 我要迎难而上 让柯柯看到她姐夫我的胸怀 看到她姐夫的能力 看到她姐夫的担当 是吧 我不帮她谁帮她现在 我太感动了 那是 那辛苦你了啊 没事没事 行了 没事就这么着了啊 大王 大王 厂长 最近我这适应的 这按头工作和文字工作 眼睛也不花了 头也不晕了 好 好 身体好 好 还有什么事吗 厂长 你能不能给咱们厂会计 打声招呼 我想预支点工资 想预支工资 可以啊 你准备预支几个月呢 几个月啊 几个月恐怕不够我算了啊 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 你说说吧 怎么了到底 是家里需要两万块钱 有急用 要不厂长这样吧 你个人借过点 我给你打张欠条 我慢慢还你 你说什么呢大王 你要说别人对咱厂长的情况不了解 那你还不了解呀 两万块 你要真是有急用 一千块钱 我让我老伴去银行把你死期的存者取出来 给你救个急 两万块 你让我上哪儿给你哭这两万块的吗 厂长你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呢 你这还不如我呢 这一千块钱还存以死期呢 不 医生 我上哪儿找这两万块钱呢 你有困难呢 你找找你那帮朋友啊 找他们想想办法不得了吧 你不是跟我说说那谁 二宝子不是开了一个什么大公司吗 你跟他借点钱还叫事啊 不找二宝子 二宝子这以前在厂里都是跟着我屁股后面 现在我管他借钱 我这脸往哪儿搁 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你张贵嘴把你这问题先解决了 这是真的 行了 我自己想办法了 反正从你这儿借不了两万块钱 这头又不能 两万块 你让我上哪儿给你找这两万块去 真是 那个听大宝说啊 这磕磕买房还差不少钱呢 这不是洞贫西凑的在那儿 借呢 哦 你说买个房子多不容易 还是咱们才好 一分钱没花都住上楼房子 手里还有点那个 什么拆迁补偿款 哎呀 反正这小月儿没了 是 我也想那小月儿 刚才你说什么呢 她们缺钱呢 叔叔还占两万多块钱呢 好 这是昨天 昨天啊 昨天干了 昨天 红杨 哎 大宝 你怎么来了 好 过来看看 我们俩是对账的 你先坐着喝会儿茶 马上兑完 等我一会儿 行行行行不急 不急 看着啊 算了 房积才两千三 对吧 不对啊 我昨天给你两千五啊 写两千三嘛 写两千三我给你两千五啊 两千五吗 这 昨天的事你就忘了 不是你别急啊 我 钱呢 钱呢 你别急 你急啥呀 你想想 别人谁给我借钱了啥子 谁给你借钱呢 童谦 童谦 哎 我看你俩挺忙的 我也没什么事 要不我改天再过来 咱们先忙着 那个我们回头再对啊 你们先聊着啊 先聊着没事 坐着吧 童谦现在添了个毛病 拿钱不当钱 当命 对了 对了 你着喝啥事啊 没事 快来我这儿买票 看头的 别在这儿看不着啊 清本佳人 别看那画报 进里边看录像 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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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 进去坐着看 来来来来 接着买票看买票看 好看着呢我跟你说 别家看看 来来来来 买两场五折啊 两场五折 你能不能别抱着那个娃娃了啊 能不能帮我收拾一下 你看这乌乱的 一天天就指着我 什么都指着我 正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 更何况两万块钱 管谁借 哎 要不让我找那谁借点呢 谁啊 金华 你怎么想的你啊 还管人借钱 你家居钱还没还人家呢 还有脸借 我知道 但这不是没办法吗 那你说这两块钱上哪凑啊 张朵朵 你是不是太惯着你弟弟了啊 这把他哥和他姐给递呢 这俩人都快疯了 为了他两万分钱 那怎么办 我都答应人家了呀 你再说我弟从小也没求我办过什么事啊 就这么一回还没办成 我这不也是替我爸我妈分担点吗 换一个小区吗 咱不就不用借钱了吗 我能不能管秦华借点 你敢 你最想管他借点没办法的 大宝 大宝 朵朵 过了一趟 姑奶奶叫你们的 什么事啊 我没问我不知道 快点吧 来 姑奶奶 哎 人给您叫来了 哦 哎呦 什么事啊姑奶奶 拿着 拿着 姑奶奶 嗯 您这是 你也知道 咱家呀 甭管是大事小情 都蒙不过我这姑奶奶的眼睛光 是不是 这如今你 你这弟弟可可不要结婚了 是不是 又要买房子 甭跟别人结 咱有 嗯 不行 姑奶奶这钱我不能拿 这是您养老的钱 哎呦 别人的钱就是钱 我的钱就不是钱了 是吧 这是拆清款 知道吗 再说呢 姑奶奶还没老呢 哈哈哈哈 是不是还且活呢 姑奶奶不管是拆清款 什么款 反正这都是您的钱 嗯 我不能拿 哎呦 这倒让我想起来 这二宝啊 没出息 还骗你们的房子 可是呢 你连个磕巴都没打 就让给她 这份情 姑奶奶一直记着 您甭记着这事 这我当大哥大嫂的 应该做的 哎 谁都有为难的时候 是不是 此时此刻呢 我能当你们一把忙 姑奶奶真的打心眼里头高兴 姑奶奶我不能拿这钱 哎呀 你姑奶奶都已经这么决定了 就别推来推去 就拿着吧 拿着吧 那你就拿着吧 就是啊 姑奶奶怎么妈都让你拿着 拿着吧 嗯 那是 嗯 姑奶奶这钱我就拿着 可可反正有工资 我爸我妈也有 到时候我们就按银行 定期存款的利息还给您 嗯 这姑奶奶都变成了放贷的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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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是一家人了 是亲人了是吧 甭管谁有什么为难的事啊 是吧 都得呢 互相的关心 帮助 得有担待 是不是 说着吧 不 哎 多多 你说人家老太太 把这拆迁补偿款 借给可可买房子 这不合适吧 哪儿呀 我当时也特别不好意思啊 我都跟姑奶奶说了 我说我不要不要 而姑奶奶一直给我 当时我要是真没拿的话 那姑奶奶都得跟我积养了 是吗 哎 这几天啊 我正想跟同事接待呢 正琢磨着 跟谁张这口呢 还不都怪你吗 我 你非知知可可买那么贵的房子 你说他结个婚 这真的多少人呢 我不是也是为了儿子吗 就是 行了 妈你可别说这事 哎 走走啊 要不然 今天晚上我跟你回家 我跟你妈去 看看老太太 好好谢人家 那也行 那晚上一起过去吧 嗯 算了吧啊 你这从来都没登过老李家门 这人家刚把钱借给你 你就去 显得你这人也太适合 也是啊 是 嗯 也对我妈说的也对啊 那这么着吧 也别着急了 那可可过两天不就报婚礼了吗 到时候一起见吧 不差这两天 对 对对对 这样比较自然 也行 那会儿再亲一下她 好 赶紧把钱收下 好 这回真是解决大问题了 我这想啊 这万一以后 我要是有个 着急用钱的时候 您会不会也这么大方的 支援我一下啊 那得看您什么事啊 没事 您别说 您要是嫁人的话 我二话没有 准给 真的 真的 行 我这两天我跟你说 麻烈的我找一组我嫁了 赶紧去 到时候您给我 告你 家伟四万 没问题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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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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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得了一百年 行吧 我做饭去 做饭去 你 你 你 张姐 你来得真够早了 早吗 不早吧 挺早的 对了张姐 我昨日就想说来着 这个服装屋 要不要找人把这 挪到服装间去啊 你摆这好像不太好看 库房都堆满了才堆到这儿的 柯长总 来了啊 柯长 这我看这箱子什么 都摆咱们办公室 不太好吧 要不然 给他挪到库房去吧 你这个放这堵的吗 感觉 嗯 这个箱子啊 嗯 这箱子它是这样啊 我来的时候 就这么着 咱们 不困它了 来 坐坐坐坐 不困它了 咱那磕是够清闲的啊 是 哎 朵朵 哎 你爱磕肠吗 我有磕肠 没事去点茶 哎 我这儿还有报纸 看看报纸啊 哦 闲清闲啊 想找活还不容易 二楼卫生间多久没人修了 赶紧找人修去啊 哎 你们盯着 你们俩会点事啊 哎 您妈 什么意思啊 姑姐 昨天张姐对我挺热情的 这怎么今天说翻脸就翻脸了 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你以后啊 少跟科长说话 我没主动跟科长说话 科长 你也看见昨天主动找我说的 我都没打几句话 就算以后科长主动找你 你也尽量少说 不 为什么呀 过几天你就全明白了 嗯 你拿着楼内厕所 我修不修呀 没事儿不用我啊 那这茶是不是也不能要我 赶紧放回去吧 咱们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 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 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方案 今天咱们看这个会呀 就是要讨论一下 绿化工程的分包问题 大家 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想法 都畅所欲言 那个区长 我说两句 你说 我觉得把这个 改造工程和绿化工程 还是应该交给 之前咱们合作的那家公司 这样呢 咱们在后面的把控啊 也比较容易 对 我也是这个意思啊 这些个公司啊 都是咱们区里的企业 如果用他们来做的话 不仅可以保质保量的 完成任务 还可以给他们去财政创收 这是一件双赢的事儿啊 我有这个想法 大家 还有谁要发言呢 我能说两句吗 小李啊 你说 区长 我觉得我们搞市场经济 已经有些年了 我觉得不能像以前那样的 目光短浅 目光短浅 什么意思啊 你说明了点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市政的建设中 引进市场机制 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竞争氛围 比如 我们可以用招投标的方式来进行 小老大 你有想法吗 小李啊 这个招投标啊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 它看似公正公平 等一单中了标之后 这些个施工方 就会向他们提出 这样那样的额外的预算的追加 麻烦事多了去了 你还年轻啊 对对对啊 这个招投标啊 看着很新鲜 但是它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单位 咱们单位就不合适 既然有不同的看法 那就是说 这件事盯不下来了 这样吧 有什么事儿下来再说吧 我还有个事儿 散会 哎呀 小李啊 你怎么回事啊你 我怎么了 区长开会要发言 那我就发言吧 让你发言你就发言啊 人家领导把调调都定好了 你怎么跟领导唱反调啊 我觉得我提的建议也挺合理的 区长让我说我就说吧 小李啊 你知道你今天的话 能得罪多少人吗 小李这个文件我看完了 还给你 小李 小李 你这是在机关里面 你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在说每一句话之前 一定要好好想想 这话该不该你说 这话你怎么说 秦姐 我觉得小李也没什么不对的 他这都是为了工作好 也没什么私心 简单直率这种性格多好呀 看见了吧 又来个没说的啊 不是你们两个今天没看出来呀 就是走个程序 让你说 你还真说呀 太年轻了 我们是年轻啊 但是 为了工作好 实话实说 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嘛 来日方程 慢慢体会吧 反正啊 我们都是一个办公室的 该说的呢 我们都说了 以后 你们的路 你们自己走 秦姐 谢谢你对我们的建议 我们以后会多注意的 是吧 是 那你们先忙吧 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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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得带齐啊 别落了 嗯 知道 拿的怎么都是裙子啊 有这么短 哪是短啊 我这裙子都挺长的 你带一件长衣服 带个毛裤啊 我带什么毛裤啊 什么广州那边特别热啊 下雨就冷了 你带个毛裤 冷了穿裙子里头 没事 我给提醒你啊 把东西带齐了 到时候没有 我可送不了给你 哎呀 你可别操心我了 妈妈 你给我讲个故事呗 讲故事啊 这么晚了咱们就不讲故事了 该睡觉了 嗯 笑笑 妈妈跟你说一个事啊 嗯 妈妈明天出差 那这段时间呢 你就得听爸爸的话 听奶奶的话 妈 如果你要是听话的话 妈妈回来给你带礼物啊 那妈妈 我能不能吃冰淇淋啊 可以吃啊 当然得少吃啊 而且要一小口一小口吃 要不然你吃快了肚子不疼啊 嗯 啊 好不好 那好吧 那我们睡觉吧 嗯 行了你也别看了 啊 赶紧把电视关了吧 你这看的还得睡不好 小眼神把这几个烤的 你这有亮 赶紧过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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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了你 有了慷慨 静静地等待 爱 静静地存在 爱 静静地回来 爱 守候的等待 爱 爱 这平凡的爱 爱 静静地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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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